刘诗诗写手赵丽颖开新公司了 没想到这个向来都已是无争的小花蛋 如今姚生变成了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 就在3月11号的那一天 网络上突然传出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说刘诗诗又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 从网友们的爆料中能看到了 刘诗诗这次注册的新公司 是一家名为无系无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而且在这家新公司里面 刘诗诗还写手了赵丽颖一起入股 让这两位女神正式捆绑在了一起 然而有深度了解过他们的人都知道 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 当刘诗诗注册入股另一家公司的时候 赵丽颖当时就已经入股了他们的公司 在一家名叫稻草熊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结构里面 可以看到了刘诗诗占持着20%的股份 而赵丽颖则占持了1%的股份 然后在他们这次成立的新公司里面 是直接由这家稻草熊饮业有限公司来入股的 也就是说刘诗诗的这家新公司里面 赵丽颖也自动拥有了当中的1%的股份 不过有关注刘诗诗的网友们 估计都知道他在最近的时间里面 已经多次被送上了娱乐新闻的头条上面 首先在一个星期以前的时候 他先是被传出了与吴奇隆离婚 让两人直接被网友们议论纷纷的 虽说关于这个离婚的传闻 后来被他与吴奇隆站出来辟谣了 但还是让他被送上了娱乐的头条 随后当时间来到了3月10号的这一天之时 刘诗诗则是迎来了人生的35岁生日 而且当多位的明星好友们 都纷纷在网络上发文为他庆祝生日的时候 让他又一次被送上了娱乐新闻的头条上面 然后又到了注册新公司的这一个大瓜中 不仅让他再一次的被关注了起来 并且还把赵丽颖也一起送上了娱乐头条 可见这位嘴上说着已是无争的刘诗诗 在这段时间却因为自己的多个事情 而不得不让他频频出现在了网友们的视野当中 并且他的这一次注册新公司 更是能够让人感觉到了 这个下来都是性格柔弱的刘诗诗 一下子就化身变成了叱咤商场的女强人 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对于刘诗诗这位女明星 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 这个是一份刘诗 我刚才收iers刘 vive国 我现在发射 knee 不可以阻止 后下 fix 感觉闭但击人 我最组长诗 译谁务 pattern 就是我优务 协斯 诗蒙数 韩醋 时